好,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路径面板上这些按钮的基础用法。 那么新建路径和删除路径这样的按钮呢,我们用一下就明白了,它主要是建立一个新的路径和删除已有路径用的。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按钮,这个叫做用前景色填充路径按钮。 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径的缩列图中,白色部分代表路径的内部,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设置自己的前景色,比如说设置一个蓝颜色,点好,确定。 然后呢,单击这里的用前景色填充路径按钮,那么它就会将路径的内部区域进行相应的填充。 好,按CtrlL加Z,返回一步。 第二个按钮是什么意思呢? 它是指我们可以使用画笔对路径进行描边,就是指沿着这条路径使用画笔进行描边处理。 好,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画笔的大小,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大小为7个像素,硬度呢,设置为77%。 好,我们现在使用这个按钮试一下,可以看到它会沿着这个路径进行相应的绘画。 好,我们返回一步。 如果我们把这个主直径呢设小一些,比如说设置为两个像素,好,再次单击的话,它会按照我们这个画笔的设置进行描边。 这是第二个按钮,描边。 好,我们来看第三个按钮是什么意思? 好,先返回一步。 第三个按钮的意思是指把路径的内部区域载入选区,那么单击它,就会将当前的工作路径变成一个选择区域。 好,这是第三个按钮,第四个按钮是什么意思呢? 它和第三个按钮正好相反,它可以将已经存在的选择区转化为路径。 比如说,我们现在画出一个矩形选区,单击这个按钮就会将它变成一个相应的路径。 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选择,好,使用一个椭圆选区,那么单击它,就会将椭圆选区转化为路径。 第二个按钮 再试一下 交之後